到了医院 魏英一人鼓三娃 蓝湛 你先去挂号 我看着他们 那你小心点 就坐这里 别动 别乱跑 魏星辰 你看着爸比和妹妹 魏英 这话 咋听着怪怪的 好的 爸爸 小家伙答应得很快 每次爸爸让他管爸比 他就觉得超有成就感 姐妹坐在连排的婴儿椅上 正瞪着圆滚滚的大眼睛 盯着大厅上来来往往的人 来往的人看见漂亮宝宝 会停下来看上几眼 魏星辰可累坏了 一手挡住一个妹妹的脸 不给他们看 因为外公说了 有坏人偷孩子 然后卖给别人 他要保护好妹妹 妹妹太可爱了 别人看见了肯定喜欢 哥哥的小胖手一伸过来 妹妹就爬拉开 人家要看风景 哥哥 你别挡着 魏星辰 好了 你别弄哭妹妹 没事的 这里没有坏人 爸比在看着呢 魏英刚在手机上查看了一下预约的医生排队情况 一回头就看见自家儿子手忙脚乱的 爸比 要给妹妹买口罩 魏英 真服了这个霸道哥 好 买 一会买 爸比有些敷衍 魏同学看出来了 等到爸爸拦望机回来了 他又说了一次 爸爸 给妹妹买口罩 呀 浅眸望向某人 有些疑惑 某人耸了耸肩 表示 自己问你的好儿子 最后 拦望机如儿子所愿 口罩买了 但妹妹不肯戴 一戴上就扯掉 一戴上就扯 甚至还发小脾气了 打了哥哥的手 哎呀 妹妹 你为什么不听话 一点都不乖 夫妇俩 想笑又不敢笑 怕伤人自尊 说得好像自己小时候很乖一样 魏星辰 先别弄妹妹了 他要去看医生 你惹他生气 他不肯看医生了怎么办 魏英秒变掉结缘 魏星辰没法子 拿着口罩嘀咕了一句 那看完医生就带 行行行 蓝忘机推着两女儿 魏英牵着小魔王的手 往电梯去 主治医生的诊室在三楼 推开诊室门 是位严肃的老爷爷 两姑娘一看见爷爷就哭 一个往爸爸身上扑 一个往爸爸身上扑 老医师也很是无奈 外貌受之父母 他也没法子 他只是长得凶 不长相 实际上可和蔼了 这时 外交天使魏星辰 凭着他那毫不费劲的外语水平 跟爷爷商量 最后 医生裂开嘴角 虽然是皮笑肉不笑 看起来有些滑稽 但总算看起来没那么凶了 妹妹 你看 爷爷笑了 别怕 望谢二人对视一眼 这个哥哥有时候还挺靠谱 在爸爸爸比和哥哥的保护 梁宝宝顺利问诊 然后拿着医生开的单子去做检查 中途宝宝饿着了 娃娃大哭 吃饱又困了 怎么都弄不醒 检查又被中断了 得等人醒来才能继续 父子三人也累垮了 魏星辰倒是不敢闹 吃完爸爸给他叫的外卖 自己趴在椅子上睡着 蓝湛 我之前说的生得越多越好 这话我决定收回 三个够了 某人靠在老公肩上 看着婴儿车上呼呼大睡的胖嘟嘟的小粉猪 再看看椅子上睡的四脚八叉的儿子 可爱是可爱 但大大真是能要人命 最近 蓝忘机觉得他家大宝宝有些闹脾气 例如 前天 某人放学回家 蓝忘机正牵着大女儿的小手在学走路 刚好走到玄关处 看见人开门进来 蓝忘机很热情给人拿了拖鞋 平时怕小家伙啃鞋 鞋子都放进鞋柜里 谁知某人并不领情 光着脚就进了书房 一声不吭的 蓝忘机 女儿看见爸比回来居然不抱他 蹬蹬着要往书房方向去 蓝忘机怕某人心情不好更生气 没让他去 昨晚 蓝忘机哄完女儿睡觉后回到房间 看见某人难得的还没入睡在玩手机 便心痒痒的想干点什么 结果 他迅速上洗手间解放回来 房间的床头灯却灭了 某人拉高被子躺在一侧 像是睡着了 蓝忘机只好默默的回到浴室冲了个冷水澡 这天 颤着女儿睡午觉 卫英又没课 蓝忘机决定跟人好好聊聊 把房门关上 某人正想放下手机 又缩进被窝 蓝忘机歇一步把被子抢走了 卫英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卫同学扭头 脸朝着另一边 卫英 蓝忘机把人的头扭过来 让他看着自己的眼睛 你说 我哪里错了 我改好不好 嗯 某人瞧起嘴唇 大眼睛里的委屈 瞎子都看出来了 他却还在嘴硬 你没错 是我小气 小心眼了 这么一听 就肯定是自己错了 蓝忘机最大的优点就是 老婆的错就是自己的错 或者说因为自己的问题 导致了老婆的错 宝宝的眼睛这么大 哪里小了 蓝某人难得会说调侃人的话 却没想到 撞了枪口 宝宝 宝宝 你的眼里只有宝宝 我算什么宝 卫同学说完 气呼呼扯过他手里的被子 盖住脑袋 蓝忘机可算明白 老婆是吃了孩子的醋 可是他自己也宠孩子呀 怎么就吃起干醋来了 卫英 蓝忘机一点一点去包人的被子 那双小手抓得可紧了 没法子 他从下面进攻 掀开被子整个人挤进去 往上移 魏某人感觉到了 踢他 但又不敢胡来 怕踢坏了自己下半被子的幸福 所以他那三脚猫功夫 压根不是老公的对手 很快两人像叠罗汉一样叠在了一块 被子也掉得上去了 卫英 我错了 你是不是嫌我陪宝宝的时间太多 没有陪你 以前只有卫星辰一个孩子时 蓝忘机还顾得过来 带着儿子去接送老婆上学 放学 可是自从有了双胞胎女儿后 他就分身乏术了 回想看看 他有好长时间没接人放学 宝宝现在会爬 再也不愿意乖乖坐在婴儿车上 一到外面 小家伙就要下地 而且爸爸在的情况下 两个都要爸爸牵着 不要保姆 放学时学校门口人多 蓝忘机怕孩子被碰撞 就没去了 人家没这么小气 慧英气呼呼反驳 蓝忘机嘴角抽了抽 偷偷压下涌到嘴边的笑意 还不承认 好好 是我太小心眼 我居然敢质疑老婆的大度 该打 蓝忘机抓起某人的小手 拍了拍自己的脸 虽然只是做做样子 某人的神色确实缓和了些 蓝忘机趁机乘胜追击 那卫英 你为什么生气 告诉我 好不好 人家叫你 没理我 只顾着女儿 不止一次 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